高雄小港中林路坍塌的意外 进行到今天已经是第四天了 重机具开始进驻回田 但是意外导致中游大林场内的管线风管停工 恐怕持续这样的情况发生下去 会让列游厂要停工了 而大林浦地区对外的通讯到现在还不是正常 没有办法修复 连外出都得要多绕一大段路 万首挖土回田推土地带会穿梭 高雄小港崩塌现场第四天 前一天重机具进驻 把原本十公尺洞的身填满 而电信人员也忙着接通电缆 要恢复大林浦地区的对外通讯 受到坦塌影响 包含液化石油管线在内的六条 中油石化管线被压断 导致连接中油前阵储油槽 到林源厂的管线被迫中断 而高雄练油厂的石化管路也被迫中止 目前储油量剩下七天 如果下礼拜无法完成维修 练油厂可能被迫停工 而重建费用估计得花费将近八千万 目前短期要修复可能有点困难 尤其面临到高厂 它可能在今年就要整个停工了 所以它可能会有提早停产的可能 不只中油产线受影响 而大林浦地区民众日子也不好过 不只对外通讯受阻 出外也要多绕十分钟 也让附近的居民怨声载道 台电表示坦坦的中林路 预计下礼拜一恢复机车单线通车 而居民也希望路能够赶快通 但后续赔偿该如何协调 恐怕对居民来说 还是一条漫漫长路 谢谢朋友许一舍 SG小组高雄报道